的确这一次的华东交通可以说是地震的重灾区 那么交通部在简报中指出 华东铁路一南一北双管旗下同步赶在9月底抢修后 玉里道复里之间的新锈固链锡铁桥 由于灾损惨重 预估要花上6个月的时间修复 那么期盼届时仅剩该区路段将近19公里的路程 会延续类火车的接拨方式来运输 接触台九县公路玉里段玉兴桥地震灾损的视察后 总统蔡英文、乔农副以及县政府等一行人 则来到复里乡东里车站视察 铁路局长亲自简报说明铁路灾害抢修进度 第三个妖境就是在东里站的北边 有个新锈孤软型桥 这个是这次受灾最严重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的桥台桥梁都有位 那相关的电力设备电杆损坏的非常大片 那这个桥现在正有工程技师正在做检验 那也感谢部里面派遣了非常多的单位 工种也到几分等等 那行政院的工程会也开始来支援 希望能够把这里能够尽速的抢修完成 9月底花莲到玉里以及台东到复里 铁路灾害路段抢修完成就可以恢复铁路运输 而新锈孤软锡铁桥六个月的灾修期间 玉里到复里将近19公里的路程 则延续累火车的接驳方式来输运 总统蔡英文关心载厚铁公路的载球进度 同时对于类火车的接驳替代运输 也要求铁路局重视在地乘客运输的需求 确实是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也希望交往部能够组技术团队 全力协助台铁局 进属完全桥梁结构的鉴定分析 也提出后续修复计划 因为它这个是关键中的关键 就是它的权限的通车就在关键中的关键 那刚才这个县长跟委员都有提到 说我们现在提这个所谓的类火车的接驳 这个能够更频繁一点 而且直搭车也可以多一点 让我们民众上班的时候可以更方便 那这个听起来好像我们院长来的时候 都已经下达指令 所以我们会尽力来做 总统蔡英文肯定铁公路单位积极抢修 逐步恢复华东铁公路的交通 对于地震重创乡镇市交通交易等各个面向 总统蔡英文也折成各部会权力支援 协助地方重建 记者是玉兰副理箱采访报道